这车上都截蜘蛛网了都 我都特别担心 我回去以后就一直担心 我回来以后我的车能不能打着 还挺给力的 一下就糟了 我嘴也没了 喷不出来了 我们是今天早上八点半到的北京 坐了四十个小时的火车 我天哪 买的卧铺就是硬卧嘛 是上铺 挺难受的坐的 因为平时我们也很少坐火车 这一次真的坐的 坐的不想再坐了以后 躺 要么就得躺那儿 要么就得下来 头都直不起来在那个卧铺上 然后到了以后就睡了一觉嘛 睡了一觉起来以后觉得还是晕 就是你在地上走着 都觉得一直都是在火车上那种 就是晃荡那种感觉 然后起来以后我比较担心我的车 能不能打着火 还可以吧 就是一把就打着了 大众伸车 不愧是伸车 因为在火车上一直没有信号 所以这两天我也没发视频 想发也发不出去 就是一直到太原那边才有信号 就是之前有朋友说 让我算一下花了多少钱 就是可以做个参考 然后我们在火车上也没事嘛 就大概的算了一下 我们这趟出去一共应该是13天吧 应该是 就算了一下 大概花了8000块钱左右 具体多少钱 这个其实算不出来 只能算个大概 最主要的这个钱呢 就是花到这个路费上去了 因为来回去嘛 来回跑折腾了都 我们是先从北京坐飞机去的兰州 就想去兰州尝尝当地的那个兰州的拉面嘛 然后确实挺好吃的 后来在兰州又坐火车去的西宁 兰州离西宁特别近 两个半小时就到了 还是值得先去一趟兰州的 然后在西宁那边就是自己租的车 去青海 青海湖 环湖自驾了一圈 然后去查卡沿湖 我觉得去 去这么多地方 就是去青海湖对我的印象特别深 我觉得特别好 也可能是去的第一个湖吧 挺好的 而且赶上我们去的时候下雨 然后走着走着 就是晴天了那种 这个过程特别好 查卡沿湖也挺好的 就是得注意防晒 晒得特别厉害 我老公跟我们家孩子 就这一块 就这个鼻子 还有脸这一块晒得都脱皮了 一定得注意防晒 然后在青海湖那边待了三天吧 又回西宁坐到火车 坐火车去那个拉萨那边 坐了21个小时的火车 到拉萨那边 因为我老公高反 我们就没有去周边转悠 就在市里头待了几天 然后后来孩子就通知开学了嘛 就回来了 我觉得去拉萨那边 如果自己不开车去的话 没有太大的意思 一定得自己开车 要么就是租车 不过在那边租车挺贵的 就是我们当时在就是那儿搜的 最普通的车 就是最刺的那种轿车 租的话就400起步 也不知道是不是跟那个季节的原因吗 因为快11了嘛 应该是租车的旺季 所以最好是自驾去拉萨那边 想去哪去哪 要不然出门的话不方便 那边打车贵 而且就是周边的景点 离得都特别远 你要想去什么纳木措呀 去洋湖呀 离得都挺挺远的 不开车的话真的没意思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觉得特别遗憾的一个地方 如果明年有时间的话 一定得自驾去一趟 你到了拉萨那边 你没有车的话 不开车的话 真的觉得寸步难行 就有这种感觉 明年吧 明年绝对安排一趟 然后这是 我们是三个人去的 费用稍微花的多一点 因为孩子身高也到了 车票啊什么的都免不了 如果两个人去 一个人去的话 应该费用 基本上可能5000块钱 应该都差不多了吧 因为我们带着孩子 有些地方省不了钱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觉得值得去的 觉得还是青海湖吧 对我的印象特别深 我觉得看到第一眼的以后 觉得真的太好了 好吧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明天待会看看孩子的 这个上学流程怎么弄 如果没啥事的话 明天可能要给你们抢单了 好吧 今天就分享到这了 拜拜